大概15块钱 15块钱左右 那你一个月的话也有400多将近500来块钱的收入 差不多 那像那种家庭条件不好的 那种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都是干什么 他们就是上山了 上山干活 那他们好娶到老婆吗 也能娶到老婆吗 也能娶到老婆 那他们可以娶到多少个呀 像他们这样嘛 最少也能娶到一个了 最少也可以能娶到一个 就是说那意思 他们这个是在家里边 就是买一些这个树木 然后上山里边去盖一个木板屋 然后住在山上 那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那就是靠山吃山了 靠水吃水了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就是说想要在山里边呢 吃点这个青菜的话 他就去挖一些这个竹笋呢 或者是这个野菜似的 那他想要吃点这个荤杏的呢 那就去打猎嘛 去打猎 在山里边打猎 打一些什么呀都 野猪咯 野羊咯 还有 穿山甲咯 都可以咯 就是说他们打猎的话 就是在山里边 就是在你们当地 这是合法的 是吧 合法嘛 合法的 那他们不种地吗 那也会种一点自己吃的了 家里那些人口吃的了 家里的人口吃的 那都种一些什么呀 那就自己种点青菜了 种点青菜 就解决这个一家人 这个一年那个口粮的问题就行了 不会选择多重 不会多种了 做多了 就够吃就可以了 够吃就可以了 那我明白了 就是说 种多了的话 他们销售不出去 就会烂在地里边了吧 销售不出去了嘛 那我想问一下 那你们这边的地都谁在种啊 那像吗 那边那边有一片那个 什么呀 香蕉地嘛 香蕉地 那边那都是 你们那边的大城市过来的了 都是大城市过来的 那边过来的那个 山东的吧 山东的 大哥嘛 包括那个地了 他来这边多久了呀 他来大概都有 那我还 那我还小了 那都有十多年了嘛 来这边十多年了 那他这边在这边成了家了吗 成家了 都已经成了家了 那他娶了几个老婆呀 他娶了五个了 他娶了五个老婆 我的天 那有几个生了几个孩子呀 生五个嘛 十一个了 生生十一个 我的天 生了养育了十一个 那这个山东老大哥来这边 不是来这个 是种地的 是来这边当皇上的吧 他是来不来当那边 那个做什么呀 做这个帝王般的生活来了 那他 他结婚嘛 刚 娶那个 头第一个老婆和第二个老婆嘛 还是 还是那个当地的 有那个当地的 被传为一场 佳话了 传成什么佳话呀 就是 他来的时候 他不是这片香蕉地不也是他的了 这片香蕉地 哪片这片 哪片香蕉地啊 这些香蕉地嘛 这些香蕉地都是山东老大哥的 是的了 他刚才死来的时候 也就包了几亩地了 包了几亩地 没有这么多了 他就是 香蕉俗了嘛 会雇一些我们这边本地的人 去给他收香蕉嘛 他就认识他的老丈人了嘛 认识他老丈人了 是的了 他就是跟他老丈人喝酒嘛 就知道他老丈人家里面有两个女儿没有嫁嘛 哦 当时的老大哥是在国内之前嘛 是结了婚的 后来是就分开了嘛 哦 就到这边了 完了他就知道了 他老丈人家里面有两个女儿没嫁 他就 动点小脑筋了 他就给他老丈人买了一个摩托车了 买了一个摩托车 就给送来了嘛 老丈人我们这边没有摩托车嘛 他一看到了摩托车老丈人高兴了 高兴了 高兴嘛 就把那两个女儿都嫁给他了 我的天哪 那就是说这个山东老大哥来这边就是承包这个 这个香蕉地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结了就就就娶了两个老婆 就娶了两个 后来呢 后来他就是规模就大了嘛 就是呃 种的多了 哦 种的多了 哦 又娶了三个了 那他这个最小的老婆是多大岁数啊 他最小的老婆可能是去年刚早的了 去年刚早呢 还十九了 十九岁 哦 我的天哪 那这老大哥可真是厌福不浅呢 我的天 可幸福了 可幸福了 那你这样啊 呃 你怎么称呼啊 我叫圆圆 你叫圆圆 啊 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好 呦呦呦呦不 找这个老公的话 都有啥要求啊 那找要求就是要有力气的了 要有力气的 嗯 要有力气大的 力气大的嘛 哦 力气大的话就可以来这边 那个就来这边娶老婆 哦 会干活的 哦 会干活的 哦 那我跟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啊 叔叔阿姨们说一下啊 因为他们这边呢都属于什么呀 都属于是山区 看到没 呃 他们想要找老公呢 他们必须要找你 那个力气大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这边都需要干活啊 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哦 那这个年龄没有啥要求啊 呃 年龄嘛 年龄也要大的了 年龄也要大的 那多大算大呀 嗯 那要有 那得也要四十多岁嘛 就四十多岁的 嗯 我的天 那你要那么大岁了干什么呀 那会大一点的嘛 会疼人了 大一点的会疼人 嗯 啊 就是说那年龄大的话 他会照顾人 是的了 哦 那这都谁告诉你的呀 妈妈 你阿妈告诉你的 我的天 你阿妈告诉你的 你妈告诉你就是呃 我要找个年龄一个 告诉你找个年龄大一点的 然后有力气的 嗯 那他们来这边的话 呃 那是呃 就是喜欢的话 两人互相喜欢的话 就可以在一起了 哦 那要先试婚的了 试婚 试婚啥意思啊 就是两个人要是见面嘛 相互喜欢了嘛 可以先在一起试婚三天了 先要在一起试婚三天 嗯 不是那妹妹啊 那我想问一下啊 这个试婚这三天的话呃 是有没有这个夫妻之时 有没有这个夫妻之分呢 哦 那有的嘛 有夫妻之时 有夫妻之分 嗯 不是 在就是在屋 在这个试婚屋里边 嗯 那那那那你们家里边 就是现在咱这个地方 是这个你们这个路 乡村里边的路 是不是啊 那你这个试婚屋都在哪里啊 我试婚屋啊 啊 试婚屋村边村头那边 必有一排房子 那就是试婚屋了 你说那个二十几个 那个茅草屋啊 啊 那是你们这试婚屋啊 是的了 我的妈妈呢 我还行 养的什么猪鸭 养羊啥的都在那里边呢 那就 那也不 那也不像试婚屋 一点喜情 这个气氛都没有啊 那我们自己家盖的试婚屋在这了 哦 你自己家盖试婚屋在这 这是你家的试婚屋 哦 我的天 那行 那妹妹 那我这个山东老大哥在这边 他当时试婚了多长时间呢 他是试婚咯 他就是在那一排试婚屋 哦 试了 那也就有 得有一个星期咯 得有一个星期 哦 那他体力跟得上吗 哦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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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那咱们这个山东老大哥 他家在哪里啊 山东老大哥家呀 啊 山东老大哥家在前面了 在前面呢 那你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呢 呃 你想去采访他了 对呀 我这 我来到这会儿 我还不知道这个 山东老大哥还在这边呢 呃 可以吗 那我就带你去了 带我去啊 那行的行的 那妹妹 那个 那咱边走边说着呗 行啊 啊 不是 那妹妹 你今年24岁了 那没有上过大学吗 我呀 我就是 我那个 我毕业了夜以后就回来了嘛 回来以后 我就等着嫁人了 哦 毕业了夜回来以后就等着嫁人了 哦 那就是一直在 都在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呗 对 等待了 哦 那妹妹 我想问一下呀 你家里边是这个 呃 姐妹几个 哥哥几个呀 我呀 我家是 我四个了 你家里是四个 哦 哦 你家里四个 那我想问一下 那个你是 家里的老几啊 我是老三了 你是老三 嗯 那你这个家里边上面这个大姐二姐都结婚没呀 我大姐结婚了嘛 大姐结婚了 嗯 哦 那二姐呢 哦 二姐还没有了 二姐还没有结婚 嗯 二姐没有结婚 那就是说 你大的没有结婚 小的先不能先嫁呗 是的了 那还有这个习俗啊 嗯 那你大姐 你二姐今年多大了呀 我二姐比我大一岁了 二十五 嗯 二十五岁了 嗯 哦 那他在哪里呢 哦 他去上班了嘛 他去上班去了 嗯 哦 那你那这样吧 妹妹 你能不能带领啊 就是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山东老大哥他家 就是说 他不是在里面娶了五个老婆吗 啊 是不是啊 嗯 那我想那看一下行不行啊 走吧 那走吧 那行的 那咱们直播间的叔叔叔 阿姨哥姐姐吗 看到没 这边的一片地啊 基本上都是这个山东老大哥的吗 嗯 是的了 哇 这一片地都是山东老大哥的 是的 嗯 那家就是在那边 这是他种的辣椒了 哇 他种的辣椒这是 我的天哪 那他家的房子在哪里呢 房子就在那边吗 在哪边 你往前走走 我看看 我给大家这个 呃 照一下 然后咱们过去好 好看一看啊 嗯 啊 那咱们这边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啊 你们能看得出来啊 他们这个当地的呃 少数民族啊 确实啊 怎么样啊 确实是非常的热情啊 啊 大家能看得出来吗 喂 有树挡着啊 那咱们给这个 大家那个看一下 他的房子啊 我的天 不是 这会还有一个房子 是谁的呀 哦 那个是我们本地的了 这是你们本地的 吗 就 这咋 这块咋生活啊 这是啊 这也能生活了 啊 这也能生活 不是 这是条件不好一点了 那他能娶到老婆吗 那他娶两个了 他还娶两个 有两个老婆了 我的妈 他还娶两个 我的天 咱这边哥子姐姐 看什么 这个看什么 这他还能娶两个老婆 那山东老大哥家在哪呀 山东老大哥家 我带你去嘛 那边呢 你看到吗 我的天 我的天 这个是山东老大哥的 是的了 哦 那是山东老大哥在这边 那个房子跟大别墅似的呀 是的 嗯 不是那 不是那妹妹 我想问一下啊 他娶了这么多的老婆 那他怎么生活啊 怎么生活 就生活在一起的了 生活在一起 不是你们明白哥哥啥意思啊 哥哥说的意思 他怎么居住的呀 住在一起吗 住在一起 不是 那是我说的意思是 他住在中间了 他是那个一个媳妇 一个房间吗 不是嘛 住在中间大通铺了 没有那么多房间了 住在这个大通铺上 我的天 睡在这个大通铺上 哦 那 那我现在有点不明白 大通铺 就是说 他这个六个 五个媳妇 全都睡在这个大通铺上 就是 大通铺 他也睡在中间 他睡在中间了 哦 我这个 我想问一下 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我这个网络呀 是不是卡了呀 啊 是不是有点卡呀 有点卡的话 给主播打个一啊 我这个怎么老提示 网络不佳呢 啊 那我想问一下妹妹 那这个老大哥 他这边 在这边生活这么长时间的话 他现在呃 生活这个呃 习不习惯呢 习惯了嘛 都来这么长时间 很幸福的 哦 那你们这个村子里边 现在有多少个 就是我们内地的一些 那个老大哥呀 哦 那多了 就我们这个村子嘛 都有二十 二十多个了 你这个村子都有二十多个了 那他们都是来这边 承包地的吗 还是来干什么了呀 基本上都是来包地的 都是一个船一个过来的 我们这边的地好包了 也没有人那么多人种 哦 也没有那么多人种 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这边嘛 没不比你们那边发达了 哦 不比我们那边发达 对嘛 啊 那我明白了 就是你们这边的山里边呢 毕竟啊 这个生活条件是有限的 是不是啊 那我想问一下妹妹 就这些地都是谁在种的呀 这些地嘛 啊 这些地 这个地是呢 是他种的了 也是这个山东大哥种的 不是这个 对 这个我们本地种的 这一点点了 啊 就这一点点是他种的 他种的了 我们这里这个两个老婆这个种的了 哦 就是说他一直他就种了这一点 然后就够他们一家 够一家人吃的了 那你们这一次一年能种几次地呀 那能种两茶了 还能种两茶 就是种了收了 收完再种再收了 哦 那是这个情况的 不是那妹妹啊 那个我也是啊 通过你们这个老组长啊 介绍过来的啊 来采访采访你啊 那你看 你这个就是你 你这个到现在 你也没有结婚是不是啊 是的啦 那你对你这个结婚这个标准 都有啥要求啊 我呀 啊 就一个择偶要求啊 我就是 想找一个大的吗 想找个大的 哦 多大算大呀 这么大吗 这么大 嗯 不是妹妹 40厘米左右的 嗯 我的妈亲呢 不是那妹妹 那你要是你这个这么年轻 你这么你这个年轻 你这个口味是有点太重了呀 那不重了 不是那你不重 不是那你要找这么大的话 你得上那个上外国 上国外上非洲吧 那怎么会吗 那我姐夫就有这么大了 你姐夫 嗯 不是 你姐夫有这么大 你咋的 你姐夫让你看住了 不是我看着了吗 我们在这上都看到了 你在这里都看住了 嗯 不是摩地妈亲的妹妹 你姐夫咋的 她有啥癖啊 她一早上起来 她光屁股跑啊 不是 你去想一想妹妹啊 你说她40多厘米 那个裤衩 她也兜不住 都可以围绕大腿缠一圈了都 那你说的是什么吗 我说的是年龄40了 哦 你说的是年龄啊 我的妈 你这下给我脑瓜都整出画面来了 你说的是年龄40岁啊 我的天哪 妹妹 那我这个不好意思啊 哥哥那个理解有点偏了啊 有点理解偏了 不是那妹妹 我想再问一下啊 嗯 那你这个 除了这个年龄的要求 还有啥要求啊 这就是想要一个长一点的了 长一点的 嗯 我的妈 那多长算长啊 嗯 那要比我长嘛 要比你长 嗯 哦 比你高 对 那意思 对比我长 哈哈哈哈 你这个小妹妹啊 你当时啊 你现在给我脑瓜都造出一下下问号了 你说你这又要长的 又要大的 我还以为你还得要个粗的呢 那粗的也要了 不 咋粗的也要 嗯 粗的也要 粗的有力气了 粗的有力气 那多粗算粗啊 这么粗 我的妈 妹妹你这个单位词啊 一定要转换一下子啊 你这是你说你那叫比你胖啊 比你壮啊 下回别说粗了啊 你这一下都给我整出画面来了 哈哈 那妹妹啊 那我想问一下 他就是这个山东老大哥在这边呢 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啊 他有没有回过他们这个老家呀 哦 那也回过了 带这五个媳妇都回去啊 是的了 我得妈 那可能当时还没有了五个媳妇了 啊 那当时也就三个了 也就三个 也就三个 那我还没后两个还没娶了 最小的那个去年才娶了 最小的去年才娶了 十九的那个去年 哦 那我明白了啊 就他也没什么也回到我们那个 回到他那个自己的老家 回到你们那边也回去 回山东嘛 回山东 回去了 哦 那不是呢 妹妹 就是说 你们这边的就是这个结婚的话 就是女孩子 基本上都是以一个试婚为主 哦 先要试婚的了 试婚了觉得 四几天了吗 要是觉得 合适了吗 最后才可以办婚礼的 试婚的觉适 合适了才可以办婚礼 不是呢 妹妹 我想问一下 你说这个 呃 他试婚这个 这个三天之后 你万一这个男孩子 要是不喜欢了 那怎么办呢 那不喜欢就走嘛 不喜欢就走 嗯 不是 妹妹 走 就是 不这个 这个 说走就走了 就走了吗 那就走呗 那不 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吗 那不用了 还不用负什么责任 嗯 那临走一圈 给给给给别人两个钱 不用嘛 不用啊 不用了 我的妈呀 妹妹 那你又这么一说的话 你看啊 哥哥呀 今年也是啊 三十出点头 啊 今年三十六了啊 哥哥也是单身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哥哥呀 也有这种想法 你看看 我能不能跟你试一下呀 跟我试一下啊 那我要回家 跟我父母说一下了 不是 你不能跟你父母去说呀 我也挺喜欢你的 就是我得跟父母说一下 告诉他们一下嘛 哦 告诉他们一下 不是呢 妹妹 你别先别说呀 你就万一的话 试完婚之后 你说我这要是那个 你就 或者你不喜欢我了 我也不喜欢你了 然后我就分开了 那你爸妈妈 要知道的话 不也是不开心吗 不也得伤心吗 你这个先不能说 啊 那咱俩就 上你们村里边 你们谁家里边 有那个 试试婚屋啊 试婚屋啊 那要不就到那个 试婚屋的小房子了 到哪个小房子啊 就这个小房子吗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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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这里呢 在哪里啊 那我家盖着试婚屋了 这 这又是你这个试婚屋 嗯 我的妈妈 妹妹 那屋里边能有水电啥的吗 那 可以点蜡烛了 可以点蜡烛 不是呢 妹妹 我想问的是啥呀 那你说就咱俩就在那里边 试婚的话 那 吃 吃饭拉吗 咋整啊 吃饭会有人给我们送了 吃饭会有人给你送 嗯 不是那都谁在那里边试过婚呢 哦 大姐在这里面吗 大姐啊 嗯 你大姐在这里边试过婚 对了 那当时谁给送过饭呢 我送的呢 你送的饭 嗯 我的妈妈 不是那妹妹 嗯 那你送饭的过程当中 看见啥没有啊 就是大姐夫嘛 妈妈妈 那是干啥呢 我也不知道嘛 她老是 打打屁股 嗯 我的天 那你那你没帮你姐姐就就就收拾你这个大姐夫啊 那大姐说 不要你管妈 出去了 妈 给你吼了 哦 我就把饭放那我就走了 那你委屈没 那也是久有点委屈 我帮你 你才说我了 哦 那你回家没告诉你爸妈吗 我爸妈说 我告诉了嘛 我我我我我我阿爸说我 谁你管了 说啥玩意 这孩子 他说 你不让我管嘛 哦 他说不让你管 他说你 他说你管那干嘛嘛 他说你把饭放了就好了 哦 他说你把饭放了就好了 是的 我的天哪 不是他妹妹 那你大姐失婚几个呀 我大姐啊 我大姐失了三个了 失了三个 嗯 那头三个为啥没成呢 头三个妈啊 我第一个妈那进去的时候妈那 嗯 不知道嘛 反正就是不行完就走了 第二个妈她去了以后 进去了以后就出来的时候 进去的时候妈牛哄哄的了 怎么怎么牛哄 不是你等会 不是你等会儿 不是你怎么牛哄哄的我看看 进去的时候妈牛哄哄的小妖进去 哦 就这个就是老二 你的老二进去吗 牛哄哄的进去了 哦 我出来的时候就完蛋了吗 我出来咋整了 出来的时候妈 你这是干啥的你这是 就是打个棍子啊 啊 他就是我给你找个棍子 你还找个棍子 你还学一下 你还会学这个 啊 他就拿个棍子 啊 拿个棍子出来的 有有有有 这是不行呗 这是这么错 哎我的天哪 就是他 出来的哦 他体力不好 啊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还小 我还小嘛 啊 完了大姐就说他不行嘛 啊 就他就走了 啊他就走了 那第三个因为啥呀 第三个了 啊 第三个 嗯 嗯 大姐说有点小 小 嗯 就 不是妹妹 嗯 这个是脱了裤子看不见吗 那我不知道了 那我也没有看到嘛 他说小了 就这就就就就就这么一点点呢 我问我妈妈 我说 我什么小 我妈妈说你上一边去 啥意思啊 上一边去 让你上一边去啊 我的天哪 那应该小的话 这个是 是 什么小呢 那你不知道吗 我没 年龄 他可能是说年龄小 年龄小 嗯 哦 那就是年龄小不懂得疼人呗 嗯 那我就没问了 啊 然后大姐这个试婚第一 最最后一个就是 这是我大姐夫了 这 最后一个就是我大姐夫 那你大姐夫 那你这个大姐现在有几个老 有几个老公啊 我大姐两个了 有两个老公 我的天他能娶两个老公 他可以了 不是那你家有啥呀 你家咋能招两个上门的呢 我家呀 啊 我家有两座大山了 两座大山 嗯 是不是 是是养钱这两座大山吗 是嘛 就养钱这两座大山了 是养钱这两座大山 嗯 那在哪呢 我咋没看着呢 你这养钱这两座大山 看到吗 那吗呢 哪呢 不是 不不 在这里啊 啊 你说的这个大山是你家的 哦 那我想问一下妹妹啊 那山里边都种的是啥呀 山里面啊 那里面就是热带水果榴莲了 什么的了 榴莲 榴莲了 热带水果啊 嗯 我的天 你家我愿啊 你家条件挺好的 哦 是吗 那山上动 都是榴莲 那你们家的属于是 你们不外嫁的呗 我们不外嫁了 那你们是个就是招上门 招上门的 我们是招上门了 就是来这块上门之前 先给你们家里边试婚一下 嗯 啊 就试一试婚才可以 嗯 哦 要是可以的话 然后才能呢什么呀 才能说在一起 是的了 哦 那你二姐试婚没有呢 我二姐啊 嗯 我二姐没有吗 我二姐还单身吗 还能单身 嗯 哦 不是那妹妹啊 那你说 就是你们这边这个生孩子 有什么要求吗 就是那可以这个多生不 可以啊 可以多生 那有就生吗 有 你有限制你想生多少个都可以了 想生多少个都可以啊 不是不是那妹妹你能生几个呀 哎 你看我能生几个呀 那我能看出来吗 你你看你 哎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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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干啥呢你呀 你怎么还不是 你别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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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咱这个在直播 不是我要让你展示一下 你别闹别闹妹妹 你这咱在直播呢 你这个事啊 不是那你有啥 你这个实力的话 就是你能不给展示一下 你有什么 我看看 哎呀好 我的天 那直播间那个叔叔阿姨嘛 就是男同志嘛 你们觉得能生吗 你看他能生几个 不是他妹妹 你就假 假如说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定规矩的话 你想生几个呀 那生个五六个应该是没问题的了 生个五六个没问题 你想生五六个 那还不可以吗 那还不可以 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我的天 那你还想再多生点 那你能生就生嘛 能生就生嘛 哎呀我的天 不是你 我这感觉好像是你的意思 看男人的能力了呗 对嘛 我倒无所谓呗那意思 求你这牛轰轰的样子 好像是我的天 不是那妹妹 我想问一下问你啊 就是说你 呃这个想能生就生 但你们生完这孩子都随谁姓啊 那随我们姓吗 随你们姓啊 我的妈 那要随你们姓呢 我可不说了 我走了妹妹 不是 不是 那你看那生那么多个 那可以商量的了 那有两个随我姓吗 剩下的随你姓了 啊就是说那意思 因为我呢 就是个家里边这个独苗啊 因为我也是传统接代的 是不是 你看我这个必须得有我姓的 要不说多生嘛 那生十个也可以了 哎呀还生十个还可以的 我生两个随我姓 剩下都随我姓 哎呀的天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 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妹妹啊 就是说你们这里 呃这个试完婚之后啊 就是说呃 在这个不是离开了吗 嗯 那离开了之后 就是俩人不就假如说 就假如说咱俩啊 咱俩试完婚了 嗯 然后我不喜欢你 我就走了 然后临走一下 还不负什么责任 是吧 你要是不喜欢 那你就走了 啊 我就走 然后呢 你临走一下 还不用给给给 给俩钱啥的 不用了 啊 那我想问一下 你万一要中奖了 咋办呢 中奖 那也没有买彩票 中什么奖吗 中 中什么奖 不是 这妹妹 我这个有点没 她没听没有啥意思 中奖就是 这个肚子 鼓大包了 哦 对啊 那你说这怀宝了 啊 那就生下来嘛 生下来 嗯 不是男人都已经走了 走了也生嘛 那怀上就生了 走了也生 嗯 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山东老大哥 他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就这个山东老大哥 是 也是啊 嗯 我的天哪 我不是 那我妹妹 我想问的就是啥呢 那你生 她就是成功了 她就是 她就是 她就是成功 她就是同意的了 她就是同意的 人家给老丈人买摩托车 老丈人也同意 那两个女儿也可喜欢她了 哦 那边比较喜欢中国 中国来的那边 你们那边过来的都比较喜欢了 哦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呃 云贵川的那些这个 呃 老大哥们都过来去 这个找老婆婆 哦 对嘛 都是附近的一般的都过来嘛 像云南那边比较多了 哦 那我想问一下妹妹啊 那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 那谁养啊 自己养了 自己养 嗯 我的妈亲呢 那我这个 我确实啊 我这个今天这个上午的时候 在你们这个村子里边呢 嗯 村子里边这个就是来回溜弯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女孩子啊 呃 后背上背着一个 那女孩子我瞅呢 给我的感觉也就是啊 十六七岁啊 后背背一个 然后前面还抱一个 嗯 不是我那时候我想我就想上去问他啊 我说这个呃 这个宝宝是你这个妹妹啊 还是弟弟啊啊 他瞅着我用眼睛瞪我 嗯 你说他瞪我 我我我我我懵了 那你这么说应该是他们的娃娃了 那是他们的娃娃 嗯 就十六七岁就生娃娃了 那可以嘛 那我们这边过了十四岁就可以了 试婚了 过了十四岁就可以试婚了 嗯 我的天啊 不是呢 妹妹啊 那个就是你们村子里边有没有就是这个 就是你家那个是这个试婚屋是那样事的 嗯 有没有别样事的呀 别样事的也有了 也有 就是在院子里盖的有了 也有 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看一看家 你想去看一下呀 啊 你想跟我在那里试啊 不是那我 我看那个 你们这块有很多的都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不得 我不得瞧瞧吗 啊 是不是我那你看我这个试婚的话 我不得选一个自己的场合有了心情才有吗 对不对 啊 那我带你去看看 有没有 你看到有没有心情了 那行行 咱们直播间呢 哥哥姐姐吧 有没有想去看呢 又想去看给主播扣个一啊 咱们现在就跟着这个 袁儿妹妹啊 上他那个这个不一样的的一个试婚物 看一看什么 看心情了 环境决定于心情了 对不对呀 是不是 那你说 文贤不是 你慢点走 你慢点走 你怎么 你咋比我还着急呢 啊 我在想嘛 你事还挺多了 我事还挺多 还要看心情了 那你看 两个人在一起 那我们就去村口那一排排那个嘛 那家伙不中 那我丑影我看了 我就跟你说 大家都在那里热闹了 可拉倒吧 那好比赛呢 那是 不是咱们这边的树拉一个 有没有看 就这样是 那村口啊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房子 然后上面盖一个小石棉网 那一瞅 那那都敢讲 比这个稍微好一点了 跟我们北方那个猪圈是差不多 好一点了 比这个好 比这个要好一点 我们等会儿 人家那个老大哥出来 不得骂你 说你比这家还好 还不如试婚屋好 不是 那我 那我看那个试婚屋 那我跟你这个好像是不 就是这个 跟这个 你刚才你家那个 你家那是木板的 我们家那个是像这新砖了 像这新砖似的 我离楼园 瞅像木板屋似的呢 我们的家盖着 我们家那个好了 你们家那个好 那一直用来的 你看我们家像茅草屋 像你说村口那茅草屋嘛 就是时间长了就破了 对呀 像我们家嘛 你看我们家四个女儿嘛 这一个都一直可以一直用 大姐用完 二姐用 二姐用完 我用 我用完小妹还可以用 那可以用四个人 都不会坏掉的 哦 这就是这个爸爸妈妈给你们 就是提供的一个条件呗 是吗 现在就是没有人用嘛 等到时候 我要是咱们那样是又用的话 他就会给我收出来了 哦 就是给咱们收拾出来了 那我想还想看一个那种的 就是还有没有别样是呢 行吧 那我带你看一个 这个就是他们家也是新盖的 他们家也是新盖的 我的钱 那走走走 咱们就跟 挺漂亮的 那行 你看啊 咱们这个小阿妹还挺热情的 那咱们呢 就跟着他去看一看 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什么呀 就这个市空屋啊 咱们去瞧瞧去看一看啊 不是 那你们这边的山上都种的是什么呀 这里啊 这山上啊 啊 山上是 这边是榴莲啊 榴莲 在哪呢 这边山上吗 你看到了吗 哪里啊 那边 还有苹果枣 啊 苹果枣 我的天 那在哪呢 这甘蔗 啊 这甘蔗 这你认的吧 啊 这我认的认的认的 这个嘛 这甘蔗就这么出来的 啊 我现在大山里边种的呢 啊 那山上那些都种的一些树 都什么呀 那是 那是苹果枣 那是苹果枣 我的天哪 那行的行的啊 不是那么 还有榴莲 还有榴莲 啊 那你这个 你不想问一下吧 啊 走吧 啊 那个我想问一下啊 那你阿爸是娶了几个老公 娶了几个媳妇啊 我阿爸呀 啊 我阿爸是娶两个了 你你阿爸娶了两个 嗯 那你是 不是 不是 我阿爸 有两个阿爸咯 你有两个阿爸 嗯 大爸二爸呀 嗯啊 大爸二爸 我还心三侠呢 大爸二爸 你你不是你妈妈娶了两个老公 嗯 招了两个上门的 是的了 哦 那你是哪个爸爸生的呀 我是啊 啊 我是大爸的 你是大爸的 嗯 你是大爸的 妈妈说好像说我是大爸的 二爸也说我是他二爸的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爸 反正叫爸 嗯 我的天 不是那妹妹 那我想问一下 那一个 你这个二 你这个大姐去去娶了几个老公啊 我大姐啊 娶杀了 你你大姐娶杀 嗯 那她在哪生活啊 她在哪生活啊 她呀 啊 她在山上啊 她在山上生活啊 不是 我咋不明白呢 山上咋生活呀 不是 哪个小房子 哪个小房子 我不是 你还说我也是 你整的全树影影 哪那房子 啊 在那儿呢 跟那里离近 递近了 哦 这个这个大姐就跟那块 嗯 她娶了两个老公 跟那块 是不是啊 娶了啥 娶了俩呢 刚才你说 你看啊 大姐在那里了 大姐在哪呢 大姐跟大姐夫咯 大姐跟大姐夫 跟哪呢 啊 在那儿呢 嗯 哦 那是大姐和大姐夫啊 嗯 哦 这是二姐夫啊 这个不是 这个是工人干活的了 工人干活的 哦 不是 那我 他们这个路啊 都是这么窄的路啊 咱们知不见的哥哥姐姐们看 让他过去 让他过去 那没事的 没事的 让他先过去吧 啊 那不是 那咱们现在就上这家呗 啊 那行 那个大通铺是啥样事的呀 大通铺啊 啊 那我带你去看看了 大通铺 大通铺谁家有啊 啊 我家就有 你家就有啊 我的天哪 你家就有大通铺啊 我的天哪 那咱们不去看一下大通铺 大通铺是啥样事的妹妹啊 大通铺啊 啊 大通铺就是一个 常常睡觉的地方啊 常常睡觉的地方 我得天 那 那 那 就你你家这是 就是你刚才又去那家是谁家呀 刚才那个呀 啊 刚才那个是我叔叔家了 刚才那是你叔叔家 啊 那现在咱们去的是你家 新门房屋吗 啊 这会儿你不要去看大通铺了啊 带你去上我家看大通铺吗 啊 行行行行 看大通铺 大通铺是就是说这个几个媳妇都还会或者是几个老公都是躺在一起的吗 啊 对啊 啊 那这个他那个是都是什么样子你给我形容一下呗 因为我没见过呀 没见过啊 啊 那就是个大 一个 大铺嘛 都睡在那里了 一个大铺都睡在那里 都睡在那里了 我的天哪 都睡在那里 嗯 哦 那你 大爸和二爸都和妈妈都睡在那大通铺上了 大爸和二妈都是睡在那里的 啊 我和姐姐妈睡在这个房间了 你和姐姐睡哪个房间呢 旁边那个小房间了 旁边小房间 我都没看着跟哪人家小房间呢 不是你这一楼 这也不住人 你哪有大铺啊 上面了 我带你去了 你这大通铺也没有啊 在在哪边呢 在在 在上面了 在上面 下面不住人吗 下面是放杂物的了 哦 下面是放杂物的 嗯 哦 那行 那这是这个那个爸妈妈在家里吗 没在家吗 去干活去了 搁交去了 那我上去能行不 来嘛 上来了 不是我咋有点 我感觉有点像也洋入虎口 这这这这这这这 我都不敢上去 不是咱们知不见那哥姐姐可给我做个证啊 这他给我拽上去的 我可不是我要上去的啊 不是不是 我的天 上来了 啊就上来了 那我上来了 我上来了 哎呦我的天呐 不是 这就是你家 不是这 我的天 不是那你家这里的 哇 那个生活做饭是在这边的 厨房嘛 还是木头房 哦 哇 还木头房 那不得着火吗 不会了 那地下是水泥了 哦 那块是水泥 哦 不是 你家里没有电视吗 我们这边不看电视了 不看电视 嗯 哦 那生活做饭是在这边 嗯 那不行 不是那妹妹 你家里边长得还挺那什么 挺温馨的哈 嗯 不是那妹妹 嗯 这个这个大部是啥意思 这漫障了 漫障 嗯 漫障是啥意思 睡觉的地方吗 睡觉的地方 嗯 就是大同铺 嗯 你这个两个爸爸 跟你一个妈妈在这里睡 哦 我的天 不是 我们能看不看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那你只能在外面看了 啥意思 有习俗啊 哦 那不让我们进去啊 是的了 哦 有习俗 那你也行 那我就在这边给大家拍摄 然后呢 你把这个 呃 那什么 那个帘子拉开行不行 啊 行吧 行的 嗯 那行不行 咱看一下大同铺啊 我的天 哇 这这就是 这不就是睡在地上吗 这就大同铺吗 我们这边没有床子了 没有床啊 这就是大同铺 你说的意思就是 两个爸爸跟一个妈妈在这边睡 嗯 铺上被子嘛 就铺上了就睡上了 铺上就睡上了 晚上就睡了嘛 啊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那什么呢 被子搁哪呢 柜子里了 被子搁哪啊 柜子呀 柜子里了 啊 在那个里头 嗯 我的天哪 就这个 那你睡哪里啊 我睡这一间了 你跟姐姐睡哪边 这边嘛 这边 嗯 那这边让我看一下行不 看一下呀 啊 哦 那你看一下嘛 不 那就用这个布链子 隔着它也不搁音呢 这玩意啊 啊 你们在那里屋睡 嗯 我的天哪 这个你是跟这个 呃 姐姐睡在这 睡在这里 哦 哦 不是 那我这个 我明白了 有点啊 啊 那这也不搁音 我跟姐姐睡在这里 我跟三姐睡在这里了 你跟三姐睡在这里 那里边谁在睡呀 那里面是 姐夫嘛 姐 我的妈 我这有点不敢 我有点不敢想象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我的妈 姐夫 那你还是这样吧 你先让我看看 你那个失魂屋啊 行不行啊 还看失魂屋啊 那我得看看呢 我得呀 那就搁这事也可以了 可可不是 你可我可不搁这事啊 我得把姐 我不是 我有点这个心秃秃 心秃秃 秃秃什么呢 秃秃太秃秃了 不是妹妹 你这我 坐一下里面 我不坐 你那蛤蟆 你那个带 带我去下去吧 下去吧 行不行 上哪去啊 上去看那个失魂屋一下 我要看看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事的 你说他里边啥也没有 然后你说那家有 你说你叔叔家有 你叔叔家有的话 你不能让我瞅瞅吗 对不对呀 那你这个失魂对象 这个要求 就是 就是这三点要求呗 是不是啊 那行吧 行吧 那我知道了啊 那我现在就是跟你上 这个失魂屋去看看呗 可以啊 那行吧 那不是 我这个 你看我能不能跟他试一试 你想跟他试一试啊 他是谁啊 他是我这个哥们 你哥们儿 真好看呗 不是 咋的了 还怕啥呀 不是 不是咋俩是吗 不是 你相忠 你没相忠 我把你来的 你说我这么相忠你 你说你这个 你和你 你这个老子 也行吗 是不是 大伙就换人了 是不是 妹妹 你看你这个 你这个小妹 我这么喜欢你 你说你 你这小妹长得真漂亮啊 哎呀 真好看 今天多大了 今年二十四了嘛 二十四岁了 哎呀 长得是事情带劲的哈 哎呀 那 这么大了 还没有对象呢 没有嘛 自己还单身的 单身嘛 哦 这个 那我 我听说你们这个地方 说可以试婚 是啊 不是那小 那 就是那你们这地方 是试婚那个习俗 一直保留着 是的呢 哦 小妹长得真好看 二十 哎 二十四 那你们这试婚 我想知道小妹 那试婚都有什么要求不 要求啊 嗯 那没有什么要求嘛 那只要两个人相互喜欢嘛 就可以试了 两个人互相喜欢就可以了 嗯 哦 那这个还行吗 这个 哎 那小妹 那可想问问你 那像你这个 今年 二十四岁了 嗯 还没试过婚 是不是啊 没有嘛 直接还单身 单身了 哦 不是 单身几年了 嗯 单身两年了嘛 单身两年了 嗯 我的天哪 那这两年不都憋坏了 哎 何止憋坏了嘛 都生秀了 都生秀了 有点 你这个小妹该说不说 还挺有意思的哈 哎 哎 那你这么大了 不找对象 家里不着急吗 嗯 那当然着急了嘛 像我这个年龄不结婚嘛 那都出生老姑娘 出门都让人笑话了 出门都让人笑话了 哦 哦 你这个小妹 该说长得也漂亮啊 那像你这么大了 不结婚的你们宅子里 就是你这么大的不结婚 宅子里边多吗 嗯 多了 也多 也多了 哦 但是小妹 我 我直播间呢 有很多的大哥 单身大哥都说喜欢你 嗯 就是你看看 要不要不 哥给你物色一个 嗯 那可以啊 啊 那也可以 可以啊 啊 那哥想问问你妹妹 那你就是说你这个 你这个 对这个择偶标准 都有什么要求不 要求 对 那我就是想找一个 嗯 要有力气一点的了 要想找一个有力气的 嗯 会干活的了 啊 会干活的 嗯 哎呀好 不是那这跟你哥跟你说句心里话 啊 哥这直播间的这帮大哥呀 都是有一股的力气 都能干活 啊 活都好 活好啊 嗯 那可以吗 那你除了这个 还没有别的要求了 那我就想要一个 嗯 长一点的了 不是 还要找个长一点的 嗯 不是你这个小妹 不是妹妹 那 你这话 你这给我这个问的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妹妹 那这 那 那多长算长啊 嗯 那要比我长嘛 哦 啊 你的意思是说比你长的 嗯 你这个 哎呦我的天 我还不以为你说的是什么玩意 比你长呢 那 哎 那哪叫做比你 那不叫做比你高一点的吗 啊 是嘛 高一点了 哦 高一点的 啊 那你多 你多长啊 我有一米六多嘛 啊 一米六多 嗯 你这个意思就是想找一个一米七左右的呗 哦 是的 哦 一米七左右的 嗯 那行 那妹妹 哥呀 这直播间真有这个大哥都是一米八十多的 我跟你物色物色 那行嘛 那你除了这长一点的其他的还没有要求呢 嗯 那就是还想要一个大一点的了 还要一个大一点的 你这个小妹 你这又长又大 那多大算大啊 妹妹 这么大行吗 嗯 那要这么大吗 这么大的 嗯 四十厘米左右的 是的 我的天哪 你这个小妹 你这 妹啊 哥跟你说句心里话 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 中国好像是没有那么大的 你得上国外 去非洲吧 那怎么会呢 那我姐夫就有那么大吗 你姐夫 嗯 四十多厘米让你看出来 那不是我看到吗 全站上都看到了 不是 咋的妹妹 你姐夫她是黑人呢 不是了 本地的了 本地的 嗯 不是妹妹 那 那四十多厘米 小妹 她都 围大腿弄弄缠一圈 那裤衩她也兜不住啊 那你说的是什么吗 啊 我说的是年龄四十了 啊 年龄上四十多岁的 嗯 大哥还以为你比我大四岁的 你这 啊 年龄上才四十多岁的 嗯 那就这 那就 不好意思妹妹 这我这有点想多了啊 没事嘛 那行 那哥就给你误误 哎 那我只能有个大哥问你 说今年那个就是五十 五十四了行吗 那有点大了吗 哎呀好 妹妹 你这 你别看我大哥 今年就是五十四岁 嗯 大哥主要他身体好 活好 活好啊 那你活老好了 那可以吗 那会兵会活的呢 那行吗 啊 那这也行 行吗 那这 那你要是这样是行的话 哥就真就给你误误误误了 哎 那妹妹 嗯 那 小妹还真挺好 真不挑啊 那确实不错啊 哎 那 我听你们寨子里边这老年人说呀 说你们寨子里边这个单身的女孩特别多 哦 是了 不是 那我想知道那你们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单身的女孩啊 那听过去的老一辈人讲嘛 嗯 那一千人口嘛 也就有几个男的了 啊 你就是听你们这个寨子里边的老人说 嗯 说你们过去的时候 嗯 一千人口就几个男的 是的了 几个 也就七八个嘛 七八个男的 嗯 我的天 哎 那妹妹 她不得把这男的给美坏了啊 那没什么坏嘛 那不都赶上到女儿国了吗 那后宫家里都能打到一千了 你们这是女儿村了 女儿村 女儿村嘛 那你们过去的时候那七个男的是不是都老幸福了 嗯 不要这么说嘛 那他们也是挺有压力的了 还有压力 嗯 不是 妹妹 能有多大的压力 能把这男人吓得都住到树上 那就是嘛 过去嘛 为了壮大那个部落人口了 部落人口 不是 他都会选择几个老婆娶一个老公了 会选择几个女人娶一个老公 不是妹 哥商量商量问问你 那你们过去的时候是几个女人才娶一个老公啊 那 那也有十几个了 多少个 十几个了 十几个女人才娶一个老公 是的啦 我的天哪妹妹 不是 那十几个女人的娶一个老公 他不得把这男人给累死啊 那也不累嘛 那也不用他们干活嘛 都是女人干活 男人在家了 男人在家 嗯 不是 男人的不需要 就是 就是小如说 那再不干活 就像晚上到家了 嗯 像家里这二亩三分地 你这男人他是不是也得跟啊 不用跟地了 不用干活的嘛 不用跟地 嗯 这小妹 你有可能没明白哥说这个意思 嗯 哥说这个地 可不是说这个土地的地 嗯 哥说这个地呀 就是说每个女人生日都有那二亩三分地 你说十几个女人的娶一个老公 嗯 他每个地都在跟吗 嗯 你主要是他不跟地 嗯 他能有小宝宝吗 对不对 嗯 也是哈 你这个小妹 你这 我哥一心 你说这话 你就没听明白 嗯 你这小妹还是有点单纯了 你二十四岁还没找到对象 那妹妹哥哥问问你 嗯 那你们寨子里边现在还有没有像你说这样的了 就是说几个女人娶一个老公的还没有了 有嘛 现在也有 有了 哪家 哪家啊 啊 咱那边 那边 哪个 地里嘛 就就就那个 来碗房那个 啊 穿过去就是了 就那家 啊 我的天啊 啊 那来碗房家 啊 我 哎 那小妹 他们家是几个女人娶了你叔叔一个人呢 他们家是四个女人娶了我叔叔一个了 四个女人娶了你叔叔一个人 不是 现在也在一起生活了吗 在一起生活了 不是 妹妹 你这叔叔今天多大岁数了 今年哪 六十了 六十岁了 六十了 我的天哪妹妹 那他俩边往那走走 边聊聊 哎 不是 那六十多岁了 不是那身体可好啊 身体啊 啊 那正当年嘛 六十岁了还正当年呢 正当年了 我的天哪 你这叔叔 不是 他娶四个媳妇都在这一个房子里边住吗 是的了 不是 那在这一个房子里边住 那小妹 你能不能带领我上你叔叔家去坐一坐 那走嘛 我带你去看看了 不是 我没别的意思 妹妹 我主要是想去采访采访你这四个婶婶 看看你叔叔啊 晚上的地 都是怎么耕的 他们在一起生活啊 合不合谐 打不打仗 那挺合谐的吗 不打仗了 不是 四个女人都在这一个房子里边住 房子里边住还不打仗 不打仗了 不是 那 那假如说 嗯 那他在这一个房子里边 那你要是 那 晚上干点啥呢 能不打仗 不打仗了 啊 那他们都是睡在一起的吗 睡 不打仗了 你说他们住的那种都是那种大通铺 嗯 中间用一个布链挡着 对啊 我的天的妹妹 不是 那大通铺的话 中间要是挡一个布链 他能隔音吗 那是有点不隔音吗 那不隔音 嗯 那是不隔音的话 那假如说你这个叔叔晚上跟你这个婶婶 要是加个班 斗过地主啥的 嗯 那他不都能听得见吗 哦 那应该能听见吧 那也能听得见 嗯 那 那就 那这听得见呢 最起码的咋整个 那 就静音嘛 不是 你这玩意还可以静音呢 可以静音了 不是 妹妹 我听说过手机静音 嗯 我听说过电视静音 那两个人呢 在一起就是晚上 就那点事 那 咋静音呢 那就这样嘛 哦 你的意思就是把嘴捂上 嗯 不知声就静音了 是了 你这小妹 他更有意思啊 妹妹 啊 那你这么点 妹妹 走 大家到这儿了 大家上三家 走吧 上三家 嗯 那现在去不方便吗 现在他没在家吗 没在家 去地理干活了 啥时候呢 等一下能回来了 啥时候能回来 等一会儿嘛 干完活就回来了 那回来了 你能不能带我去啊 回来了可以吗 啊 谢谢你妹妹 这小妹枪手 哎呀 这真漂亮 哎呀 这真好看的 都是年轻 哎那妹妹 那我听说你们这里还可以试婚是这么回事吗 可以的了 不是 那我想问问你 嗯 那你们这块这个试婚 这都是怎么试 是真实的吗 真实的了 不是那试婚都是咋试的呢 那就是两个人要是相互喜欢了嘛 啊 可以在一起试婚三天了啊 两个人互相喜欢就可以在一起先试婚三天 是的了 哦 那假如说的妹妹 嗯 就是我给你介绍一个大 就指编大哥来了以后也可以跟你在一起先试婚三天呗 那也可以的嘛 啊 也可以 嗯 哦 那是哎 那妹儿 那你 你们家姐妹几个 我家姐妹四个了 姐妹四个 嗯 哎呀 四朵姐妹花呀 是了 哦 那你是 我老四老 啊 最小的一个 嗯 那妹儿 哥想问问你 那你上边那三个姐姐都结婚没呢 嗯 还有三姐没结婚吗 三姐还没结婚呢 三姐没结婚了 三姐至今还单身 单身了 长得好看不 那漂亮吧 富邦貌美大高个了 前途后翘的了 哎呀 还前途后翘的呢 真的了 哎呦 我的天哪 这行 哎 那妹儿 嗯 哥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啊 嘿 你看看你能不能把你这个三姐啊 嗯 给哥介绍介绍 哥跟你三姐我俩交个朋友行吗 想和我三姐交朋友啊 对啊 那也可以嘛 啊 那就是我还想吃点好吃的了 哦 哦哦 哦 你的意思是说 给你三姐 给你介绍介绍 嗯 还要买点好吃的 吃的嘛 那都是小事妹妹 嗯 但是 哥看兜里有没有零钱啊 哎呀 我这兜里边真有点零钱 你看看 哎呀 这么厚呢 哎呀 这都是老币 嗯 不是妹妹 嗯 但是 哥这钱可以给你 嗯 但是我给你的以后 你能不能在你三姐面前帮我多美言几句 那只要这个到位吗 那都好说了 啊 只要钱到位 那都好说 嗯 那行 来来来来 你这个小妹儿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妹妹来 哥这有一万 给这一万给你了 行吗 嗯 有点少吗 不是 一万了还想我给的少 这一万小妹儿 你在你们里 你乡中啥 你去买点啥吃 这一万也就能买一个棒棒糖了 大方的 多给 一万了还想我给的少呢 那来来来来 妹儿 我这还有两万 三万了 你看这回不少了吗 那也不够嘛 三万了还想我给的少呢 妹妹 你这个小妹儿 哎呦 我的天妈 三万 多多给点 美女长得正点的 那多给 那行 来来来 妹儿 你在那 哥这儿再给你五万 八万了 这八万呢 妹妹 咱你们这里都能吃一顿烤肉了 那也不够了 那吃烤肉还要配点小啤酒了 吃烤肉还要配点啤酒 我的天哪 你这个小妹儿 你这 哎呦 我的天哪 你这 哎呦 还配点 来来来来来 再给点啊 太少了 那行 来来 哥这儿话 还有十万 嗯 这十八万了 妹妹 你看这回够了吧 啊 这回嘛 也不太够了 不是 还看我手里边呢 嗯 这咋的 你这有多少 你要多少啊 你这个小妹儿 哎呦 还看我手 多给点啊 不是 你这家门 她的 你这 那小妹儿 哥这会儿 还有二十万 你要吗 要 啊 要吗 真想要啊 但是这二十万 你要是要的话 妹妹 嗯 你看哎呀 真瘦啊 但是你这二十万 要是要了的话 嗯 哥可又哥要求了 什么要求吗 哥的要求吧 但是也不过分 妹妹 嗯 你看看 这山里边吧 也没人 就打俩 嗯 是不是妹妹 嗯 你看看 哼 你能不能让哥给你这脸蛋上 揣一口 那不行吗 你看你这有啥不行 妹妹 哥就亲一口就行 你看 这山里边也没别人 就打俩 这是要留给以后老公亲的了 以后的老公 嗯 妹儿啊 你以后的老公呢 都是未知数呢 就哥现在就往这脸蛋 就亲了一口 你以后的老公 他也不知道吗 嗯 是不是 来 哥就 哥就亲一口 来来 来 来 你以后就行 你咋的 让你抱一下吗 让我抱一下 嗯 你这 让我抱一下 你这 咋抱啊 就就前面抱一下了吗 啊 你的意思就让我从前边 简简单单的一个拥抱 嗯 你这 哎呦 我的天的 这样吧 你这 抱一下行不啊 抱一下也行 是不是啊 前头 这抱一下就抱一下吧 那些 那就说好了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拥抱 对吧 那行 那来吧 你这小妹 哎 妹 哎哎哎哎 你干啥呢妹妹 哎 哎呦 我天的妹妹 你干啥 哎呦 这咱也不知道啥玩 前面的东西给我这前面的 啵啵啵啵啵的 你这不能算妹妹 我还得亲一口 那都抱了吗 啊 行嘛 那你这抱了 那你这没抱就不好 那不对劲啊 妹妹 那就亲一下手了 啊 那就亲一下手了 啊 你第一次让我亲口手 啊 你说你这亲口手 这亲口手也就亲口手吧 咋等啊 是不是 妹妹 那你这上桌子洗不洗 洗了 哈哈 那也行啊 这小手也中 钱也不能白花 亲口手就亲口手吧 啊 那行 那来吧 哎呦 哎呦 你这前面 这真好啊 妹妹 哎呦 长得也是漂亮啊 妹妹 你看咱俩亲也亲 抱也抱了 那你刚才不是说 你这里可以试婚吗 是的了 那咱俩试婚呗 啊 试试呗 试试啊 啊 试试呗 不是 你不是 你们这试婚 我想 我 你看你 他干脆 那就试试呗 不是 那试试 那妹 你这试婚都是咋试的 那就是两个人相互喜欢吗 就可以在一起试婚三天了 两个人互相喜欢 就可以在一起先试婚三天 是的了 不是妹妹 那试婚这三天都干啥呀 那就像夫妻一样了 在一起同吃同住了 像夫妻一样 在一起同吃同住三天 是的了 哎妹妹 哥问问你 那这三天的话 那有这个夫妻之时 有没有这个夫妻之事 有的嘛 那你的意思说 也可以 可以了 这个也行 我的天 那这也行的话 那我这 有点小激动了 哎 那妹妹 那试婚的话 都要去哪呢 去试婚有试婚屋了 试婚 还有试婚屋 不是去你们家吗 有试婚屋的了 那哪会 试婚屋给那 试婚屋 这边吗 我带你来了 你带我去 哎 我的天 那真的 那小妹 你看看 你真要带我去的话 那我的心里 就会小紧张了 嗯 那 试婚那三天的话 咱俩就在一起了呗 是啦 哦 那行 那走吧 走吧 给哪块 这里边呢 哦 给我的 我正在去看看去 我的天哪 哦 在哪块 这了 在哪 这就是 这是试婚屋 妹妹 是的 你这没跟我开玩笑吧 没有嘛 啊 你这 你这 又听吗 妹妹 这里边 我还以为是那猪圈呢 你这里边能住吗 这里边 可以的了 啊 可以的了 你这里边咋住啊 可以了 不是谁 住呢 大姐就是在这里试婚的了 你意思就是说你大姐 你和二姐都是在这里 你大姐和你二姐都是在这里边试婚成功的 哦 哎 你啊 你大姐和你二姐都是在这试婚成功的 嗯 那 小妹哥想问问你 那假如说我这边大哥来了以后 见到你了 嗯 对你一见钟情了 是不是在跟你说呀 阿妹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试婚三天 行不行 不用 嗯 那不要这么直接了 不是 那你不得表达出来 我喜欢你吗 我想跟你在一起试婚三天吗 哦 那你 你就可以 吹口哨吗 还可以吹口哨 嗯 啊 是了 完了吗 握我手了 然后握我手 你好尿尿 喜欢吗 我就拿到手手了 啊 你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这边大哥来了以后 嗯 见到你了 嗯 对你一见钟情了 就会主动跟你握握手 是的了 在握手的同时啊 用这个手指啊 挠一下你的手背 嗯 告诉你一声 我喜欢你 是的了 哦 那你要是喜欢我了呢 也挠一下了 两个人互相挠了 嗯 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试婚三天了 是的了 哦 那这挺简单的妹妹 那妹妹你看看刚才你是不是挠我了 是啊 我也挠你了对吧 嗯 我挠你的时候是不是代表着我喜欢你啊 那你挠我的时候是不是代表着也喜欢我 是啊 那他俩是不是就可以进去先磨合三天试一试 哎 那不行吧 妹妹你看 他俩都挠上来 他俩就磨合三天试一试吧 妹妹哎 我就是给你做个示范了 啊 你只是给我示范一下 给你示范一下嘛 你这整体我都得当真了 我这是 哎呀 我还以为你真喜欢我呢 那不是人家你这么的呗 先把他忽悠进去 你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那不可以进去的 妹妹你听我跟你说 我直播间现在有很多大哥都说喜欢你 想看看这个世红屋里边内饰是什么样的 假如说住着舒服 他今晚坐飞机啊 明天就来了 大哥能来是吧 哎呀 他就来得版本正正的 那行嘛 啊 你这小妹一听说大哥来这家警察给他 你看我勇者大哥都说上了 啊 就在这里边 啊 啊 我的天哪妹妹 这里边这能住吗 这里边 可以住了 这不是有地方住吗 睡到这上 啊 不是妹妹 你这咋连个床都没有啊 哎 床嘛 不要床了 这就能住吗 你要来试了 我就给你找个被子扑一下了 哎呀 我的天哪 妹妹 他哥想问问你 啊 那你这我这边大哥要是二三百斤的来了以后 不得把他房子干塌塌呀 不会嘛 很结实的了 很结实 结实 结实认中 不是那妹妹 哥想问问你 嗯 那假如说呃 男孩跟女孩在这里边试婚三天以后 嗯 那男孩要是突然感觉不喜欢这个女孩了怎么办呢 不喜欢就走嘛 不是 不喜欢就可以走 呃 不是妹妹 那这三天那这三天那不白玩了吗 哦 那没有什么白玩不白玩吗 那都是成年人了 不是 那走的时候还有没有给俩钱啥的 不用了 还不用给钱 不用嘛 那还不需要负什么责任 嗯 不用了 那这行啊 妹妹 嗯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妹妹 哥把这个布脸就放下了妹妹哦 你看看 这一方布脸妹妹 干嘛呀 不是妹妹 你看看 要不 你听哥跟你说 哥呢 也是真心喜欢你 妹也关上了 他俩就在这里边 那我都不知道你是哪里的 你叫什么了 你这玩意不大名不大料的 你体力活都是哥出你怕啥的 不行嘛 我都不知道你是哪里 你都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不知道我叫啥呢 妹那你这么的 哥呀跟你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哥呀是北上就对了 哥是北方人 我是吉林长存的 今年三十四岁 我姓王 我叫王大吉 就是三横一树那王 大小的大吉祥的吉 王大吉 对对 那我就叫你大吉吧 叫什么 你这小妹 你咋还能真说 这妹这不能真叫啊 你这八字有的有点重了 你还是管我叫小王 那也行 那就叫小王吧 小王吧 妹妹 你这咋听我 咋不得 无论叫啥妹妹 咱俩能磨合三天 试一试就行 妹妹 那不行 那我先要跟父母去说一下 不是你别跑啊妹妹 哎 哎 说一下了 你又去跑啥呀 我要告诉父母医生了 还要跟你父母说一声 你这事咋能跟父母说呢 那要跟他们讲一下咯 跟他讲一下 不是那妹妹 那我 这该说说你跟父母 那你也行 跟父母说一声啊 那我想问问你 那假如说这个男孩 就是跟这个女孩 就是在这里边 试婚三天以后 那男孩要是不喜欢 这个女孩怎么办呢 不喜欢就走嘛 不喜欢就可以走 不是 那这三天 那不许 白玩了 哎呀都是成年人了 那没有什么白玩不白玩 不喜欢就走了 那假如说你男孩走了以后 那女孩要是怀孕了怎么办呢 怀孕就生下来嘛 怀孕了就生 生了 不是 男孩已经走了 走了也生嘛 那怀了就要生了嘛 不是那生下来的孩子 谁来抚养啊 自己养了 你们自己来抚养 自己养了 我的天哪 都说你们这边这个云南 有十八怪呀 其中有一怪 说的就是云南这边 这个大姑娘 背着娃娃谈恋爱 我估计是不是 从你这里流传出去的 是的 哦 哎 那妹妹 那你们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不会想点什么 那个安全措施啥的吗 我们这里很安全的了 妹啊 你没明白 哥说那个安全吗 不是说你说这个安全 就是 就是就是 呃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 这个 带点这个 小雨伞 不下雨 带什么雨伞了 你看看 你这 妹啊 不是是那个下雨 拿那个雨伞 啊 就是那个 小气球 小气球啊 对 啊 安全帽 那我家里有吗 你家有 家里有吗 不是你家咋还有 家里有吗 不不不 你家咋还有那东西呢 姐姐和姐夫房间里有的 哦 姐姐和姐夫房间有 嗯 你天哪 哥就想跟你说呀 那个东西我出门比较匆忙 我都忘带了 哦 这个可以娶几个媳妇 是的了 那 你都谁家 就你们像你这 我听那个有一个说 来你们这种榴莲的 是啊 一个老大哥 姓刘还是姓啥呀 那个姓刘啊 他娶了几个呀 他娶了五个了 他娶了五个 嗯 我的天哪 那你们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 是咯 我们这边呢 反正就是 主要就是 嗯 女多男少嘛 啊 女多男少 啊 所以说啊 这个比例不一样 那确实不错 那他们娶五个媳妇的话 那一般的说都咋生活呀 都生活在一起的嘛 都在一个房子里住 都在一起住 那一家人当然在住 住一起了 不是 那你住一起的话 嗯 那你最起码的 他们在一起 就是住的时候 嗯 那 一个房间里 我看你们这地方 都是住这种大吊酒楼 哦 是的了 那吊酒楼 它里边也没有房间呢 有大层铺吧 也都是住那种大层铺 对了 大层铺是啥样事的 大层铺就是一个大铺嘛 都睡在上面了 嗯 啊 一个铺都睡在上面 铺上背都睡在上面了 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看看吧 走吗 啊 带我看看 大通铺 啊 家人们你们想看不 想看大通铺的家人们就口不一啊 咱看看大通铺啊 我的天哪 啊 这个就是 这是你们家 是我家了 哎呀 家里的这条件确实不错啊 啊 哎呀 啊 你只是一楼是 不住人 一楼放杂物的了 小鸡小鸭的了 住二楼 住二楼了 啊 那行 那行 那再上二楼看一看 上二楼 坐一下了 不是 二楼 这到你家了 我这有点小紧张了 我又紧张了 不是 我心 咱俩这孤男寡女的 你说万一真上楼了 啊 万一你说你父母突然回来了 看着咱俩这孤男寡女的在楼上 嗯 你说你父母这一生气 万一一几眼再给我这腿打折了 怎么整啊 啊 啊 你有几条腿吗 几条 你这眼神就跟不好是明显的这不就不就两条腿吗 那不还有第三条吗 不是 还要打 哎呦 你怎么还要打成我第三条腿 我和你开玩笑的了 啊 你这长得我这有点害怕了都 这没事啊 没事没事 你这个小妹 一直拽着我家人们啊 你们给我做个见证 是这小妹拽着我要上去的 不是我上去的啊 哎呀 这小妹 哎呀 这有身材 这有屁股啊 哎呀 这真好啊 哎呀 那咱上来看一看啊 家里的家庭条件啊 哎呀 这你家这有一种家族四壁的感觉啊 啊 哎呀 啊 这块是会客厅 啊 会客厅了 那那块是厨房 烧火做饭的地方 嗯 哦 那你住哪啊 哦 我呀 啊 我住这间了 啊 你住这间 嗯 哦 这是你住的地方 嗯 不是老妹 你家这连 咱连个门都没有啊 我们这边搁个链子就是门了 隔个链子就是门 嗯 我的天哪 你这 那那这边这个 那这边的房间是谁的 这边啊 啊 这边 是姐姐和姐夫的吗 哦 姐姐跟姐夫的 啊 哦 姐姐和姐夫住这屋 是的啦 你住这屋 嗯 小妹 嗯 你们家这都用布脸擋着 哦 是吗 你们这边都这样 不是妹妹 不是那你家这个房子的隔音吗 嗯 那隔音呢 是不是怎么隔音呢 那姐姐和姐夫晚上要说点悄悄话 就干点啥 你不都能听见了吗 嗯 那要是没睡着就能听到吗 要是没睡着还能听到的 嗯 哎呦 我的天哪 你这 哎呦 那你家这条件 我该说说 不是那 那姐姐和姐夫晚上的话 你都能听见啥声啊 那晚上他睡觉吗 喝吵了 那姐姐尽事 嗯 那晚上老是牙疼 就哼哼 就哼啊 一声高一声低的 哎呀呀 牙疼还总哼哼 老哼哼 哎呦 我的妈 那一声一高一声 咋哼哼呢 哎呀 小妹 不要不要 那那哪是牙疼总哼哼的妹妹 你这 哎呦 那哪是这个事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上面女婿来了以后 也是跟你在任务 哦 姐姐跟姐夫在任务 是的了 那妹这地方我真待不了 啊 你别走嘛 不是不是啊 别走嘛 坐一下 你这你看 坐一下 你不是说我做不做的事 你说你这姐姐跟姐夫 这在这 那我说 你说我要是当你上面女婿 你说这可倒好了 那没啥事 我天天晚上给这块 听你姐姐和姐夫哼哼吧 啊 那你这 不是那小妹 嗯 那你都这么大了 你说我 你你也今年也二十四岁了 嗯 是不是 也成年了 你为啥不说搬出去住呢 你说天天跟姐姐姐夫在一起生活 那多不方便呢 哦 那也想搬出去住吗 嗯 不是还没攒够钱了吗 没攒够钱 嗯 啊 意思就是说你还要攒钱 就是娶老公 嗯 盖房子了 然后还要攒钱盖房子 嗯 啊 钱还没还没攒够 是的了 那你这 也不上班 你这也没有什么经济收入来源 嗯 你这个靠什么攒钱 靠啥盖房子 啊 那我们家有山呢 啊 那山上有榴莲呢 啊 山上还有榴莲 啊 那榴莲可是好东西啊 啊 那 你平时也都是卖榴莲为生呗 榴莲多少钱呢 嗯 那可贵的很呢 咱我们北方都卖四五十呢 那五块嘛 多少钱 五块了 榴莲卖五块钱 啊 是的了 那像我们山上还有一些